你可以介紹我是這整個團隊的 顏值擔當 你真的很敢說 我們還沒有檢討你的收視率 這個顏值擔當好像讓大家不太滿意 戰力台灣台寶島聲很大 迎來十周年持續接受新挑戰 主持人阿白背著媽祖登上玉扇 讓他知戶不簡單 我還真的沒有想過 我有辦法把媽祖背到排雲山莊 有一個人來背媽祖 這個是完全沒有過的紀錄 Oh my God 這是傳說中的大峭壁嗎 要走大峭壁之前 剛好突然下起了超大的魚 幫助我們過大峭壁喔 老闆要遲到了 老闆要到了 媽祖謝謝 等於你給我這個機會 我才有辦法來遇上 因為我平常也沒有什麼在運動 然後登山這件事情 我真的是登山小白 製作單位真的很壞 他們就跟我說 你就自己一個人 你累了沒有人跟你換喔 是啊 你如果累了 媽祖就在中間 他就不會自己走喔 這個整個企劃 全部就因為你 就這樣子廢掉了喔 但是後來 覺得大家很好 就是有陪著我一起 去做負重的練習 是 所以後來 就這樣默默的 我們就 完成了 對 為了慶祝阿白 登山玉扇 寶神男孩陳夢獻 請子送上禮物 卻有著其他含義 讓阿白好害羞 今天呢特別送上一個 猛男蛋糕 是因為呢我跟我的學姐阿白 已經合作很久了 所以我對他呢非常的了解 因為他 呃 私底下就是很常笑想 不是不是 很想要有一個 男朋友做伴 但是已經很久都沒有人報名了 尤其呢那一天 阿白學姐登頂的那一天 我們有在山腳下先等他這樣 那天呢又濕又冷 然後呢他下來的時候 就有點狼狽很累這樣 我想說啊 當下如果有一個猛男的男朋友 給他一個擁抱 給他一個安慰 我相信他應該會更感動 是 所以呢今天就趁著這個 十周年的時候 然後還有也慶祝我們 阿白學姐呢登頂成功 是 所以今天特別送上一個猛男蛋糕 祝福他早日 找到一個好的歸宿 品浩的加入不就是為了阿白的心願嗎 你不要這樣逼他 關我們什麼事啊 對對對 千萬不要這樣逼 對啊 學弟收割機嗎 很棒很棒 你已經自己在收割 但剛好麥克風沒有要交給你了 看來學弟還沒收割成功 報導是很大在這十年之間 帶領觀眾走遍大街肖像 期待保證持續挖掘更深層的民宿文化 迎接下一個十年啦 完全威樂採訪報導